中國廣東省江門市市民王斌 被江門610及警察劫持一年零七個月後 竟被法院以王斌傳播有關法輪功 遭中共迫害等真實消息的事由 非法將他重判8年 並非法索求人民幣3萬元 對此親友呼籲江門當局立即無罪釋放王斌 王斌1996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 在左鄰右舍、親朋好友的眼裡 王斌是個好人 就跟上人做好人嘛 委員各方面都很正直 給人家感覺都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因堅持修煉法輪大法 王斌曾多次遭到中共非法抓捕和關押 酷刑迫害 2017年5月22號 王斌被當地610及警察綁架抄家 並非法關押在江門看守所迫害 去年12月28號 江門市彭江區法院 對王斌案作出刑事判決書 網絡觀察人士骨盒表示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從江澤民1999年開始迫害以來 一直沒有停止過 王斌的這個事件呢 實際上就是在執行江澤民制定的這個政策 對法輪功學員經濟上把他給搞死 為什麼要罰3萬塊呢 對吧 他就是讓你無法生存下去 梁京友說目前王斌還被關押在江門看守所 家屬不准會見 只能存一點生活費給他 他和好友何志維都認為 王斌根本無罪 當局應該盡快釋放王斌 何志維說中共如此對待這個善良的家庭和無辜的孩子 非常卑鄙和邪惡 由於父母在香港定居 梁京友多年前就移居到香港 2017年王斌被非法抓捕後 梁京友曾呼籲各界幫忙營救 並要求江門當局立即釋放王斌 讓他與女兒到香港一家團聚 梁京和那個610百般阻撓一直不批他們去香港 他們就是沒有理由 找理由 就是因為你不放棄修煉來阻撓他們去香港 父親無端身陷牢獄 母親竟在香港卻不得相見 王斌年僅12歲的女兒 看著別的同學又父母來學校接送 一家人其樂融融 少少年紀的他卻只能流著相似的淚水 只身面對困境 照顧自己 自己坐公車上下學 平時就斬住在他親戚家裡面 那天他媽媽跟我說 17年的那個晚上 他親眼目睹了他父親被抓的場面 那些公安 無狼是虎的那個樣子 然後呢 那天晚上他就一個人獨自面對 被掏得一片狼藉的家 沒辦法入睡啊 真的是 這孩子不容易啊 對他女兒不讓去香港 實際上就是採取了株連的措施 古河表示 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從江澤民時期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 這不是個人問題 而是體制問題 現在中國的政治形勢在不斷惡化 中國人的自由範圍也在不斷受到壓縮 從某個角度講 可以說是一件好事 因為這個環境的極度惡化 恰恰是導致共產黨滅亡的根本必要的條件 這樣子呢 會引起中共黨內的內鬥分裂 最終滅亡 這個結果呢 我認為為時不遠了 我們很快就會見到光明了 古河中心希望 大陸的法輪功學員能繼續抗爭 對中共暴行進行更多的揭露 不要緊負困 不然我就不介意了 解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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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馬